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意外的旅程 参考经文 他们就历史起身回耶路撒冷去 《路加福音》24章33节 在阿巴拉契亚山道上 我一天徒步行走十多个小时 到达了麋鹿池山 早晨 受到弗吉尼亚州 蓝岭山脉 壮丽景色的鼓舞 我快速前进 但到了下午晚些时候 我就开始磨磨蹭蹭了 然而耶稣的两个门徒 却不是这样 他们即刻从伊玛武斯 折返七英里的路程 回到耶路撒冷 《路加》没有告诉我们很多 关于他们的事 但那天早些时候 他们深入地谈论了 耶稣的死 以及他们对空坟墓 感到的惊讶 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 耶稣自己在路上 悄悄地与他们同行 听到他们的困惑 耶稣质疑他们 对他的认识迟钝 并澄清说 弥赛亚来是要受苦和受死 然后复活进入他的荣耀 他们到了伊玛武斯 就请耶稣进来一同吃饭 在剥饼的时候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认出他就是复活的主 接着耶稣突然消失了 于是他们忘记所有疲乏 一跃而起 一路跑回耶路撒冷去了 耶稣复活之后 带来很多惊喜 这些惊喜推动着 神救恩计划的成就 即使在今天 虽然我们知道一些 神的终极计划 但我们无法确定 所有的细节 所以让我们继续地敬拜和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